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 站住來講話 原來為什麼什麼 到底都不講話 面對勞工 站住來面對勞工嘛 好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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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剛剛... 董事會的結果怎麼樣 開走... 謝謝董事會的結果怎麼樣 剛剛... 剛剛... 好了... 小姐打車子喔 我8月15號就離開了 這個是我在當執行長的時候 在8月15號之前的時候 在去年我就被任命違法任務 並不是我走了以後還要休息 那你們都知道 我來這邊是來整頓北岸的 我8月15號就走了 然後如果你認為說我在董事會有講什麼話 請你們去聽董事會我的錄影 好吧 可以告訴我們董事會的決議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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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出來面對 你新聞上面說沒有餘之前在去做不是嗎 那根本就是該給勞工的預告公司不是嗎 那是該給勞工的預告公司不是嗎 之前費怎麼算 對啊之前費怎麼算嗎 董事會上有沒有結果 對啊 對不起 對啊 我想這邊有很多我的親愛的 親愛的同學 小心 你們都知道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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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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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哥哥 誰沒有動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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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下來 來 不能下來 誰要在動手 我們抓誰 什麼神奇妙 不要 你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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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有工作啊 你也選擇 你也選擇 沒有啦 不要 我8月15號就離職了 我也沒工作啊 我也沒工作啊 你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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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們沒有選擇啊 趕快 你都在 都在 你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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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我叫操操 好了 小心 不要這樣打進去 你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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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選擇 你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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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不要 操操 小心 小心 你在幹嘛啦 擱到那件衣服啊 不要操操 穿進去 對 Stern 你可以操操 你操操 你操操 睡 好 用力 衣服 一 嘴臉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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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河山高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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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 不要拍 三小包 撞人嗎 撞人嗎 你給我撞 你給我撞 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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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人了 撞到人了 撞到人 撞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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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還是經理 想說什麼 上飛機都會握住空服員的手 就是陳嘉 好 陳新德 陳新德跟徐蘭伊嘛 就是這些董事 以前就是在 你們在工作崗位的時候 聽說這些長官都會握住你們的手 所以對大家很好 然後叫大家加油 可是沒有想到剛剛 我還記得有一位學姐 他就是很緊緊的握住 一位董事 陳嘉的手 然後希望 問他說 你不是以前都會這樣子握住我們 然後跟我們說辛苦了加油嗎 為什麼現在 你要一直把我的手推掉 然後我還記得有很多很多空服員 想要再去見到這些董事一面 想要跟他們說上一句話 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中間就被層層的保全燃住 至今公司發的聲明搞不清不楚 只說會依照勞動部解釋的大解法來走 而且會優於勞接法給 這是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一個方案一個數字 你今天開了這麼久的會 到底決議了什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反而是掛彩的同仁一堆 我副理事長在這邊先跟大家說辛苦了 而且我對不起你們 讓你們受這麼大的傷 姐不要這樣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心會越來越堅強 緩解 緩解 副相公的董事長的名稱你已經看到了 今天回去看新聞 你的員工有多受傷 多麼被欺壓 趕快站出來 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留學事件再發生 下週的強制協商 我們會印上劍 緩解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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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 失業勞工業縮了八天找不到老闆 想要來討個公道而已 竟然被這樣如此的對待 因為有部分的情緒比較激動的員工 趴著這個車子不讓這些委員離開 那我們有同仁 這是以警棚來做一個秩序的維護 據我們的了解並沒有有毆打民眾的部分 如果有 我們來依法辦理 剛剛有拍到影片 有一個員工 有一個警察確實對抗議員工揮了警棍 甚至把他推開 我剛剛有提過 可是看起來不像是員工有趴在車子上 我們目前了解是確實有員工 因為有相關的引帶 有員工趴在車子上阻擋車輛的離開 我們有員警拿警棍做一個秩序的維護 並沒有毆打民眾的狀況 同仁已經不是第一次站出來抗爭 之前我們也去過總統府 甚至去過勞動局 勞動部 交通部 大家有看過警棍這個東西嗎 沒有 我沒有想到在私人的領土上面 在私人的公司企業的樓下 居然有警棍出現 甚至 我們剛紅人說 警察已經出動了迅雷小組 外面還有兩大台的警備車 我不知道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在我認為來看 我們現在所有員工都穿著 附近航空企業工會的制服 我們手上手無寸鐵 有的只是什麼 一疊凝脂 剛剛在這邊西裝冰體 外面穿個黑外套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今天是我們在台 他是中心保全 是我們在台 從頭到尾 他沒有對我表達他 表示他的身份 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只知道他跟警察站在一起 把我們一個人一個一個拉開 一個一個推開 甚至他不會顧再說 今天大家是在馬路上發生托禁 如果今天有人被推開 後面的車子開過來 那後果不堪設想 有錢買收拔 有錢買收拔 出事就繞拔 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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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爭到底